这是卡扎菲临死前的真实画面 曾经风光无限的利比亚总统 如今却被自己的人民从下水道拖出 肆意殴打辱骂 他请求他曾保护的人民能够放过他 但换来的却是无情的子弹 甚至就连尸体也被放进肉类冷不贵 供人欣赏 这个带领利比亚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男人 究竟为何会被自己的人民如此痛恨 而没了卡扎菲的利比亚人民 真的过上他们想要的幸福生活了吗 卡扎菲号称是中东雄狮 也有人说他就像是一个疯子 做事根本不及后果 就是因为他的疯狂才导致他的死亡 但事实上卡扎菲给利比亚人民带来幸福 远比他带来的不幸要多得多 卡扎菲的出身并不算好 只是个普通游牧民族家庭 但是卡扎菲却从小就与别人不同 他喜欢读书考上了皇家学院 走出了利比亚 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这让他明白自己的国家很落后 他有了想要改变的想法 等他学成后 接触自己的岳父 接触到了政治 虽然还不是什么高层 但是这却让卡扎菲有了很好的锻炼机会 同时也积攒了不少人脉 而此时的利比亚 还是封建君主制 伊德利斯王朝统治着利比亚 在他的统治下 利比亚人民穷得吃土 利比亚本身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 储备量是全非洲之最 讲道理 利比亚这样的环境 应该是非洲国家中发展最好的才对 毕竟石油天然气这样的资源 那可是一惊难求 但是这也同样引来了某些西方国家的际遇 当时的利比亚 也并不懂得好好利用这些资源 反倒是跟着老美到处搞事情 国内的石油资源 基本都握在西方国家的手中 只有少量利益规划利比亚 就这点利益 还全部被王室给揣口袋里了 利比亚人民苦不开眼 在这样的条件下 卡扎菲决定起义 而他的起义格外的顺利 总共就耗时三小时 他基本没有动用什么武力 就轻易夺取了政权 利比亚人民没想到 有人竟然夺权了 不过他们并不关心是谁夺权了 因为在他们看来 换谁都一样 都改变不了现在的生活 所以对于夺权 并没有什么抵抗和排斥 而卡扎菲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这么轻易就夺权了 搞得他准备好的极其演讲 都派不上用场 就这样 在夺权者和被夺权者 都一脸蒙的情况下 利比亚的政权更替 卡扎菲开始了40多年的统治 而卡扎菲刚上台时 美国并不清楚 卡扎菲是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对于利比亚 也是处于观望状态 这时候的卡扎菲 也没有干什么 惊天地戏鬼神的事 依旧延续之前的政策 还是和老美是好哥俩 老美见卡扎菲是自己人 正好这时候 和苏联的冷战打得火热 老美决定把利比亚扶起来 当作对付苏联的武器 于是 美国开始发量给利比亚投资 帮助利比亚搞建设 利比亚趁着这个机会 快速发展 不过 卡扎菲一开始 就想要改变利比亚 被西方拿捏的状态 所以自然不可能 不做出点事情 这是卡扎菲被捕时的真实影像 他被利比亚人民 从废弃下水道拖出来殴打 他跪地求饶 却被人一枪爆了头 死后还被放在冷农柜 供人心上 这位总统究竟做了什么 十恶不赦的事情 经遭人民如此虐待 卡扎菲上台后 先是不动声色 发展了利比亚的经济 但是很快 卡扎菲就开始进行改革了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老美 放在利比亚境内的美军 给赶了出去 收回了军事基地 或许此举 也是卡扎菲在试探什么 而老美这会儿 正在越南忙着跟人干仗 没空搭理这边 再加上在越南耗了太长时间 军费有点吃紧 在利比亚驻军 还要花费高额军费养着 所以卡扎菲收就收了 老美很痛快撤了出去 这给了卡扎菲极大的信心 之后 卡扎菲又开始对国内石油出手 现在发量石油 都是由西方国家管着 他直接把西方国家赶了出去 各种油田全都收回了 归国家所有 这样西方国家自然就没办法 再赶这块肥肉 然而不能吃肉 还不是最难受的 最让老美难受的 还是卡扎菲利用石油大搞动作 减少了石油的开采量 提高了石油的价格 这样一来 利比亚的石油资源 算是被卡扎菲给玩明白了 同时 因为石油资源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经济也发展上来了 那么金融行业 也同样需要跟着一起改变 要么外资银行和利比亚合作 要么就退出利比亚市场 这样一来 金融行业也都在利比亚 自己手里控制着 得罪了西方 自然也要找个靠山 来庇护一下的 而和老美是死对头的苏联 就是最好的选择 卡扎菲果断联手苏联 多次公开发表一些反美言论 苏联一看 卡扎菲这人能处 叫板美国 他是真的用啊 于是 也毫不吝啬 对利比亚进行帮助 又是借钱 又是出主意 卡扎菲也很上道 学习苏联搞起了五年计划 苏联也为卡扎菲 提供了大量援助 就这样 在美苏两国的共同帮助下 利比亚经济发展迅猛 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幸福指数也蹭蹭蹭的涨 没有水池 卡扎菲就花上百亿 给人民打水井 没钱看病 那就国家给看 没钱上学 那就国家给交学费 特别是女性 原本的利比亚 女性是没有任何地位可言的 大街上甚至都看不到女性的身影 偶有一两个 也都是裹的 只看得到一双眼睛 并且她们也无法享受任何福利待遇 但是 卡扎菲上台后 废除了一系列不公平待遇 女性可以正常行走在阳光下 可以不用把自己藏起来 这是利比亚发展的鼎盛时期 但好景不长 因为卡扎菲断了老美的财路 所以老美出手了 视频中躲进下水道的人 正是卡扎菲 却无济于事 依旧被利比亚人民 拖出去暴打一顿 把人打到奄奄一息后 再一枪抱头 尸体又被塞进冷宫柜 不予下葬 他们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总统 可没了卡扎菲的利比亚人民 真的过上了老美承诺的幸福生活吗 因为卡扎菲反美的声音越来越大 1981年 老美就出手对卡扎菲进行了刺杀 不过并没有成功 而这一场刺杀 让卡扎菲更加疯狂反美 还画了一道安全线 要是美军越过安全线 无论什么理由 他都会开火 老美毕竟是个军事强国 对于卡扎菲的威胁根本不慌 当天就越过安全线 利比亚也迅速进行拦截 但是美军的装备着实不差 利比亚派出拦截的战机 不但没能拦住美军 反而被美军给干掉 这之后 美军就更加频繁的越过安全线 除此之外 老美开始联合西方国家 对利比亚的石油出手 全都不从利比亚购买石油 导致利比亚的经济出现严重下滑 苏联解体后 为了靠山的利比亚 更是被美国盯得死死的 卡扎菲不得已开始寻求新的方法 他想要建立一个类似欧盟的组织 但是这样的想法 老美怎么可能同意 所以越发加紧了对利比亚的制裁 老美开始支持利比亚国内的反对派 并且给他们画大饼 而这些人也非常乐意吃这块大饼 被老美哄得团团转 开始在国内疯狂开展示威游行 威胁卡扎菲下台 卡扎菲之所以被称之为雄狮 就是因为他并不拒这些示威游行者的威胁 他有军队 有财力 根本不慌 所以游行者很快就被镇压 但是老美并不会就此放弃 老美开始向反对派出手武器 鼓励反对派和卡扎菲对抗 这些人也如老美所愿和卡扎菲大打出手 利比亚没了往日的和平 卡扎菲也在这样的情况下失了迷心 过起了东躲西藏的日子 他躲了八个月 开始被人发现 此时的他坐在废弃的下水道内 头发凌乱 他被人揪了出来 因为用力过猛 头上的头发直接被扯掉了一大把 周围全是拿着棍棒的利比亚人民 他们将卡扎菲暴打一顿 卡扎菲被打的牙齿都掉了 卡扎菲的求饶声淹没在了他们的咒骂声中 暴打一顿后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抢过卡扎菲的黄金手枪 然后一枪把卡扎菲送娶了西天 没有了卡扎菲的利比亚 西方国家又再次将魔爪伸了过来 他们将卡扎菲的石油资源重新刮分殆尽 但是对于曾经承诺的却只字不提 利比亚这场本不该出现的战争 最后以利比亚经济的疯狂倒退为代价结束 现在的利比亚除了所谓的自由 似乎并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感谢观看